《倚天屠龍記》中有一幕讓人印象深刻 那就是張三芬在眾目可貴之下展示了太極劍的招式 這讓張無忌當場學會擊敗了趙明等人 其實這裡很多人就有疑問 張三芬不怕自己的武當絕學太極劍被人偷學走嗎 先是尹春秋就和大家討論討論這個問題 我們都知道 新庸武俠體系中武功可以分為兩個部分 一部分是外攻招式 一部分是內力 外攻招式可以通過密集或者他能展示 反復的練習可以達到一定的高度 而內力的話就需要通過修煉者不斷的積累 或者通過一些特殊的攻法達到內力的增強 說簡單一點 就是外攻招式學得快 內力積累則需要比較長的時間 如果弄懂武功的兩個基本要素的話 那麼就很容易理解上面這問題了 張三芬在眾人面前展示的太極劍 則是一門外攻招式 也就是說通過仿佛練習這些招式 一般都可以得到一定的提升 就拿獨孤九劍來說 他就是一門完全不需要內力的外攻招式 而這門不需要內力的外攻招式還極為強勁 若是練習頂級 恐怕很多擁有頂級內力的人都無法招架 那按照這個邏輯來看的話 似乎張三芬的太極劍被人偷學走的概率幾乎是百分之百 不過實際上未必是如此 為什麼這麼說呢 張三芬敢於在眾人面前展示太極劍 其實出於兩個原因 一來趙明等人來勢洶洶 張無忌雖然武功蓋世 但是要代表武當出場 就要學會武當的武功才可以 若是用明教武功打敗趙明等人 豈不是被天教人恥笑嗎 所以展示太極劍是張三芬不得已而為之 二來太極劍乃是張三芬積累百年武功經驗所創 這門武功不僅精妙絕倫 而且修煉大成者更是所向披靡 讓張無忌學會肯定可以幫助武當擊退趙明等人 正是因為此功乃是張三芬積累百年所創 其中蘊含的招式雖然簡單 但是一般人卻看不出裡面的厲害之處 在原著中曾提及 若是真正要理解並且使用太極劍 在張三芬親自指點之下 少說也要三五仔才可以練成 而在場的人當中 雖然有武林高手 但真正有武學天資的人 寥寥無幾 算得上也僅僅有楊肖張無忌等人 楊肖雖然有天資 但是對武學理解有限 自然是看不懂其中的奧秘 那為什麼說只有張無忌能看懂其中奧秘呢 這個原因很簡單 因為張無忌除了天資過人之外 還擁有九陽神功和乾坤大容易 在這兩門神功加持之下 練習其他武功都會比殘忍快許多 這點在練習乾坤大容易 和後來的聖火令武功都有所體現 前面我們也說了 除了其個別外攻是不需要內力之外 大部分的外攻招式都需要內力輔助 如果只有招式沒有內力 那完全就是假把勢 那在場的那麼多人當中 也僅有張無忌的內力 能與張三芬靠攏 所以張三芬掌勢太極劍的時候 張無忌可以快速學習 並且激發出他的真正威力 畢竟張無忌與張三芬結束之後 張三芬就知道此時張無忌已經非比尋常 在趙米咄咄逼人的情況下 迫不得已在重能面前 展示了太極劍的招式 不過好在張無忌完全碾壓在場的人 至於其他人偷學太極劍 頂多也就是記住兩三招式 未必能理解其中的五絕驚訝 所以張三芬才會毫不遮掩的 掩飾了武當絕學太極劍 今天事情春秋就說到這裡 喜歡武夏歷史 歡迎關注與點贊